原标题 又不是三国最成功的年轻人 他的好兄弟孙策 才是三国最成功的年轻人 当年孙策逃出了原树的掌控 凭借自己手下的几千号打兵 开启了自己的创业路 从一介草民到一帮诸侯 他用了多长时间呢 两年 首先第一个被打敌是刘游 刘游这个人认为 孙策是个傻小子 兵力没自己多 又缺少足够多的骑兵 怎么可能和自己对抗 谁曾想这个傻小子 直接动马杀入刘游营帐 一边杀一边喊 你孙哥咋呀 孙狼如何 下得刘游底下大军溃散 孙策成功渡过长江 一时间 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纷纷依附 第二个倒霉的是王狼 没错 就是小说里被骂死的那个 其实 历史上的王狼是个颇有学问的精学 家 王狼本来想连同南方的盐白虎 两人一起抵抗 结果孙策声东击西 打了王狼一个措手不及 这时候 孙策的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江东 翻遍史书 很难见到这种一方统帅亲自拍马上任杀敌的 孙策算一个例子 他凭借自己的汉勇 获得了小霸王的威名 在攻打江东的行动中 孙策拿下了碗城 在这里遇上了乔家的两个女儿 于是一见倾心 战场上春风得意 情场上旗开得胜 要说风光 当时估计没人比得上孙策了 其实孙策不光光会打仗 他还懂政治 他知道自己政权不稳 急需得到代表正宗的曹操等人的承认 于是孙策上书曹操显得十分恭敬 而他亲到自己的老主子元树自立为敌的时候 第一时间和他决裂 并且派兵攻打元树 不懂政治 光懂武力 很难在犬牙交错的各方势力中活下来 而孙策则深知这一点 其实孙策也有自己的缺点 他的最大缺点 就是他的优点 身先士族 作为一名底层军官 身先士族是个优点 而对于孙策这个高级指挥人员来说 这可是要命的 所以 郭家就十分看不起他 认为他难成大事 果然 一次孙策打猎 又是一个人就上去了 结果遭到了埋伏 身受重伤 不救就病死了 在他受洗之前 他还曾经打算和元绍一起夹击草操 假如他不死 也许元曹之争的结果 就要换个结局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